好,那这一节呢,我们就来把这个东西实做 我们从第九讲的开始来改变 那其实重点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个东西 那一开始呢,我们想要让它动画 就这个东西要反复的做 那这次这边可汉它已经帮我们写好了一个函式 所以在做等于方选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把它塞进来 好,那塞进来的时候呢,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把它按Tab 就是大括号里面的东西 它是里面那一层 所以里面那层让它后退一格 这样子会比较好看 好,所以这边呢,它就一直在画了 可是它没有变嘛 因为我们需要让它变 好,所以变的方式就是怎样 VALX等于VALS加上4 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对,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把这边怎样,算完之后再给它 所以就是将右四算完的结果再给左四 这个是这个指派的意思 好,我们把这点再稍微移一下好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让它这个东西小一点点 好,我们再重新执行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动 好,那如果你今天要让它往下动呢 我们就要对Y坐标一样 再做一些手脚 就这样子Y 这里一样子Y 这边就是再加上这个3 好,那我们就得到了 它就会得到一个往下动的一个动画效果 好,那我们就要先做到一个动画效果